巧克力囊肿副腔镜手术注意事项 起演 副科 副主任医师 对患者来讲呢 就是说做巧克力囊肿 就是说我们 术前我们一定要重视 因为巧克力囊肿呢 通常这个卵巢上的巧囊 通常和周围组织粘连的都是比较紧密的 所以我们在临床做手术的过程中 那就势必我们要把这个巧囊从周围组织 要把它剥离出来 有可能导致周围的一些 脏气的一些剥离过程中的损伤 所以我们在术前一定要配合医生 我们进行很充分的一个肠道准备 然后避免术中的一个损伤 如果出现损伤 我们可以及时的去做修补 那如果是在术后呢 那就特别重视的是需要一个 长期的一个随访 因为对于卵巢巧囊的病人呢 很大一部分都是年轻的女性 她还有生育要求 或者说像有一些病人呢 她即便没有生育要求 那她也不会说是去 就是还是需要保留子宫 那我们只能做巧囊的一个剥除 或者卵巢部分性的一个切除 那我们把这个病灶去切了 它也有可能这个子宫内膜 意味到盆腔的其他地方 所以我们只是把这个巧囊剥掉了 意味到盆腔其他地方的这种 意味的内膜 在术后也是需要管理的 如果说你不经过长期的去管理 它术后复发几率是很高的 所以对于子宫内膜意味症 你手术做了之后 一定要配合医生长期去随访 可能是需要长期药物去治疗的 专家提示 一、巧囊与周围组织专联比较紧密 术前要重视 避免术中对周围去脏造成损伤 二、患者术前要配合医生 进行充分的肠道准备 三、术后患者要重视 长期随访和管理 减少术后复发的几率 四、对于有子宫内膜意味症的患者 一定要配合医生长期随访 术后可能需要长期药物治疗